陈牧 珊珊 你没猜错 真的有人看到凶手了 画得这么好 这是谁画的 一个不会说话的修女 上天真是公平 这修女虽然不能说话 但却有画画的天分 你打算怎么办 这幅画虽然只是侧面 但也算是个线索嘛 我马上让二宝他们去找 就算翻遍了上海滩 也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法补房的人手不够多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谁 快捞 大哥 拿着这个 叫上兄弟们 把地盘上能喘气的 都给我叫了 一个一个给我扔 明白 另外呢 把这几天的事情 往后放一放 该砍的人 该打的架 该要的仗 全都往后推 先帮罗探长 把这件事情给我办了 知道了 你们两个跟我走 好 罗探长 您看这事 这二位还行吗 这事给你添麻烦了 谢谢龙堂主 说什么谢呀 说谢就是不把我当兄弟了 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好 那以后我就不跟龙堂主客气了 怎么还龙堂主啊 这龙堂主不还是见外吗 那我该叫你什么呢 珊珊啊 你可以叫我龙哥 也可以叫我大哥 叫我哥也行 来 待会儿要是没什么事 一起吃个饭吧 好不好 龙大哥 谢谢你的好意 要不改天我们再吃吧 我还有案子要办 这个案子 我不是让他们给办去了吗 这饭总是要吃的嘛 你跟谁吃不是吃人 真是谢谢你了 这样吧 改天我请你吃 好不好 我今天真的很忙 告辞 告辞 珊珊 妹子 蝉来啊 怎么 神父的日记里找不到线索 看完再说吧 你看了一遍了我还要看呢 让你看你就看 好 看就看怕你了 好 好 好 这个神父呢 肯定不可能写最后一天发生的事 你看啊 这一篇呢是以前的 他还真是懒啊 就用这么几个字 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啊 嘿嘿 谁让你看近期的了 看五年前的 五年前 来 来 谢谢 看这一把 来 看这一片 那一天 学下的很大 那对父子 看起来很是惶恐 但我看得出 那个孩子的父亲 带着很重的戾气 所以我犹豫了很久 没有让他们进来 当我关门时 那孩子看我的眼神 让我有些恐惧 像是恶魔的眼神 难以想象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会如此充满仇恨 你想到了什么 你没有看出来吗 那是我父亲死亡当天的日记 我明白你意思了 你是想告诉我 杀死神父的凶手 就是日记里面的 其中一人 那是谁呢 是儿子 五年前 这个孩子的眼神 让神父占领 五年之后 他长大了 回来替父亲报仇 经得起退教 你的意思是说 日记里面的父亲 就是陈亲 但怎么才能证明 这一点呢 问题就在这儿 什么 陈亲当年没死 没错 照现在看来 这个可能性很大的 他还有个儿子 跟他一起去教堂 根据神父的日记推断 现在的凶手 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儿子 胡扯 我都调查过了 他哪儿有儿子呀 而且当年陈亲被许恒击毙的事 那可是铁案哪 这我当然记得了 我是想看一下 五年前断手案的资料 我想看看许恒 当年对这个案子的描述 还有没有其他的破绽 不用查 不用查 这个案件都在我的脑子里 我相信许恒不会对我撒谎的 当年案子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已经被你全部销毁了 老弟 不是我销毁的 是当年法国总督察调人回国 他怕这个案子翻出来影响他的升迁 他下定销毁的 这毕竟是法补房的一段丑闻哪 您好 那边 沈沈 我来介绍啊 这位是申报的记者沈耀华 这位是我的助手罗副探长 罗探长 你好 当年的断手案哪 就是他跟宗调查的 来来 请坐请坐 请坐请坐 这么说来 您应该认识我父亲 当年发生断手案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记者 因为跟你父亲罗承探长的关系好 所以得到了不少一手资料 当年的资料 能借我看一下吗 说借太监外了 就送给罗小姐吧 就当见面礼 待会儿等我们 我们还没讲条件呢 请两位务必要先答应我 一定要把这次案件的情况 在第一时间如实告诉我 没问题啊 互惠互利嘛 好 有你这句话 那我就直接问了 你觉得前一段时间 神父被害的案子 和之前薛三被杀的案子 有什么关联 沈先生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罗探长 没听清楚吗 果然是大记者 真没想到啊 罗探长过奖了 其实我们当记者呢 跟做侦探一样 真相对我们特别重要 根据这些资料 加上我的回忆 我总结了三大要点呢 第一 这个凶手呢一定会功夫 而且功夫还不错 应该在我之下 在你之上 而且凶手还懂得医术 他的医术还很了得 而且在我之上 可不可以请你说一点重点啊 没问题 现在重点来了 那第二 五年前的断手案 给了我们很多地域上的信息 来 你看看这里 第一只断手 送来的时候呢 盒子里面有一些 砂石 水草和树叶 第一只断手里面 有树叶和少量的 砂石 水草 结果凶杀现场 就在荒郊河边的大树下 这就传递了一个地域的信息 也就是在告诉我们 案发现场在什么地方 第二只断手 有 送来的时候 底下放着一个 沈大成糕点店的包装袋 沈大成糕点店的包装袋 结果凶杀现场的酒店楼下 就是沈大成糕点店 第二个受害人所住的酒店楼下 就是这个糕点店的所在地 也是地域上的信息 第三只断手 送来的时候有杀陷 这说明什么呢 这在告诉我们是在工厂 这就告诉我们呢 案发现场 是在一家纺织厂的工地上面 还有更重要的啊 手指上面戴着的戒指 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这个受害者他的身份 那也就是这一次 我父亲见到了真正的凶手 没错 但非常遗憾的就是 当时让这个凶手跑掉 五年前的断手案 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案发的现场和受害人的身份 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啊 和手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块冰 这块冰的融化时间 是在三个小时之内 我相信这块冰彻底融化之前 受害人应该还活着 可我看到薛三手的时候 很湿 很冷 你看到是晚了 我看到的时候呢 那块冰还没有完全融化 所以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我告诉你啊 我绝对认同你的观点 今时今日的断手案 和五年前的断手案 绝对不是简单的魔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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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儿 这儿 你干嘛的 真是事 这儿是是吧 你 你到薛三家干什么 我就是想去看看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谁知道这大烟鬼家 什么都没剩下 那你跑什么呀 怕你抓我呗 你和薛三是认识的 认识 不熟 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好像见过 什么时候见过 薛三死那天 我在路上见过他 我看这人穿的鞋挺干净的 肯定有点钱 我就想下手 试试手接 可是他走得太快 我一直没办法下手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他呗 我想看看他到底去哪儿 结果他去了库房 那再然后呢 那再然后呢 薛三到处欠钱 我想这个人啊 可能是薛三的债主 我就在门口等他 我左等右等 等了老长时间他也不出来 后来我等过急了 我就走了 之后你没再见过他 没见过 老师 老师 奇案穿越五年 断手疑云相连 怎么样 罗探长 还满意吗 其实说实话 我们想到罗探长会这么大方 告诉我这么多 我关于断手案的事情 真是谢谢你 你不必谢我 我也需要你这么做 这个凶手既然公然对我们发出挑衅 那我自然是大大方方地接受啊 罗探长是想用报道激怒对手 这个凶手相当地自信 通常像这样的人都非常地偏执 我就是要他感到被侮辱 这样他就会变得更为偏激 更容易露出破绽 神父不幸遇到 进入圣三一堂的盗贼 发生争斗时意外身亡 而凶手遭罚补防探长枪击后逃逸 目前还未找到下落 估计已逃离本事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要么是想通过这条消息给个交代 要么就是想通过这条消息 让我放松警惕 雕虫小技 我本来以为那个罗珊珊 还有那个刘凡希是很强的对手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你在画什么呢 画你啊 但是我没他们画得好 还有人画我 不知道谁画的 反正大街上 有人拿着你的画像在找你 画得像不像 别人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可以 有点意思 罗珊珊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凶手上钩 这 这太幼稚了 那个模仿自己父亲守法的人 五年以后再度作案 你 你说 他幼稚吗 我说过 不可能的不可能 陈欣呢 他根本就没孩子 万一呢 万一他有个儿子现在来报复呢 万一他有儿子 也不可能知道我们的事吧 你看看他现在杀的那些人 什么孤儿院呢 什么神父啊 跟我们有关系嘛 即便是有 大不了五年前做过的事 我们今天再做他一次 好 有你这句话就好 我现在担心的是罗珊珊哪 不依不饶 这样下去的话 罗成的事迟早会被他挖出来 那样的话 这法国人不会让咱们在法族界 再混下去的 法国人不让我们混 我们去投靠日本人 族界没饭吃 我们还有哄口啊 行行行 小声点 现在谁给日本人干活 那都摆脱不了 汉奸的骂名 这年头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你说谁跟钱有仇啊 好了好了 我不想挪过 实在不行 我就解决所有的困难 你许会长到时候可要挺身处啊 范哥 我们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你放心 好 你就是那个画画画得很好的修女吧 你画的画真的很传神 我叫罗珊珊 我一定会抓到你 杀神父的凶手 你画了很多神父的画像 他对你很好啊 你从小就被神父收养 你从小就被神父收养 在教堂里长大 在教堂里长大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画得这么逼真的画 真佩服你 要是你是一个侦探该多好啊 你的能力能派上大用场 可惜你是个修女 我不只是修女 我还是神父的养女 你会说话 你不是一个哑吧 我只是许了个雅院 我已经沉默三年了 刚才的终生 是我二十一岁的开始 不过神父已经听不见了 你会说话 那太好了 你快告诉我 那天你见到凶手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 我只是在他进门的时候 看了他一眼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你就看了他一眼 你就能把这一瞬间抓住 那你的记忆力 真的是太好了 那五年前的一个晚上 有一对父子来找神父 却被神父拒之门外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应该是五年前的一个深夜 当时下着雪 那个孩子拉着他的父亲 来求神父救救他们 不过神父拒绝了 为什么 我当时言问神父为什么 他说 因为他在那个男人的脸上 看到了危险和杀气 不想将其带到圣堂中去 你是怀疑凶手 生那个孩子 对 但是 我仅仅是怀疑 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真相 总会有人记下的 对 总会有人记下的 一定会有人记下 爸爸一定会记下当年的事情 他一定会留下记录的 是 爸爸从来不会把书放得这么乱 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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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他的声音 一种低沉而沙哑的音质 语调极为平淡 连笑声都是平淡的 仿佛都在一个音节上 罗探长 这次人还没死你就能找到厉害 单凭这一点 上海滩第一的称号 罗探长 你是当之无愧 在那一瞬间 我知道之前的推断 完全都是正确的 这个人有足够的能力和我们角逐 所有的断肠案 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他的表情 他的眼神 有一种食肉动物般的残忍 他的身手足以证明他久经历练 力量速度灵敏度轻易度 使用兵器时的准确度和熟练度 都令人叹为观止 奇怪的是胖子的反应 这么相似性极高的连环作案 现而易见 是职业杀手所为 胖子 死者之间也许没什么关系 这凶手 可能是一种仇妇心理 三个人都是有钱人哪 心理变态 可问题是 为什么凶手每一次都把断手 送到我们这儿来呢 也许凶手是向我们炫耀 挑衅 心理变态吗 这个人我见过 这是一个职业杀手 不可能没有动机地做任何多余的动作 那 那他的动机呢 不清楚 但一定会搞清楚的 齐副会长在商会是负责土地开发管理 贺老板呢 贺老板呢 是做纺织生意的 他偏偏就这么巧地拿到了这块地 所以说他们俩之间必定有利益关系 领事署官员对商会会长的职务有任命的权利 如果说贺老板出钱收买了领事署的官员 推动齐副会长当上会长 那么他们三个就构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我们反过来想 如果这个利益集团被瓦解 最大的受益人将会是谁 那么有几个副会长 两个 齐副会长已经死了 许少林 对 这个人的狡猾是出了名的 传说当年他只是贸昌公司的一个跑街先生 后来与对手勾结 瞧取豪躲 竟然收购了贸昌公司 自己当上了老板 爸爸的推理真了不起 如果许少林是为了当上会长 而买凶杀人 那他没有必要把案子做得那么复杂 他已经杀了三个人 目的达到了 那为什么还要把段长送到法补房去 这背后的动机 一定是爸爸要找出的第二动机 爸爸的死 也一定跟着第二动机有关 好 喂 找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随时都可以 好 一早不一迟 准备好了就干 知道了 罗探长 二宝 刘探长呢 在找线索啊 他找什么线索啊 不知道 正在找 我找他有急事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在 这 纪院还是赌场 纪院 不是 赌场 到底在哪儿 纪院 狗干不了赤士 好啊 哎呀 哎呀 姑娘 现在哪个男人不出来玩啊 别那么大气好不好啊 我这儿要做生意呀 哎呀 小桃红在哪个屋 啊 小桃红 哎呀 姑娘 我以为我是坏蛋啊 原来你是个小坏蛋哪 你真是好坏啊你 去你呢 好长时间都不来看人家 嗯 你来这里干什么 哎 这凶巴巴的女人 到底是谁呀 你说她 我小师妹啊 你小师妹 嗯 那她凭什么管你啊 我就管 刘凡夕 起来跟我走 你凭什么 案子都帮你破了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真是 不不不不不 轻点轻点轻点 轻点啊 你放尊重点 我又不是你男朋友 你拖拖拉拉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 呸 就你这个德行 谁要你啊 我要 听到了吗 你娶吗 如果她答应的话 我就马上娶你过门 哎呀 哎呀 放手啊放手放手放手 哎呀跟你走了 怕了你了 拿衣服 我的性感宝贝 我有空再来看你吗 说好了 你不要让我等啊 肯定的 肯定的 嗯 嗯 嗯 什么东西啊 我呸呀 走啊 喂喂喂慢点 哎呀 喂 喂你 哼 留不住男人真可怜哪 喂呀 啊 哎呀 嗯 嗯 您看 看什么看 你怕被人看 每天被这么多男人看 难道你怕被女人看 我 我怕什么呀 你怕 你怕男人不看你 所以你每天至少要化三次妆 看你嘴唇边缘薄厚不一 眼线又重叠 这是多次补妆的结果 你怕男人不会看你 所以你用什么颜色腮红 更适合自己都不知道 你脸上涂的是玫瑰红 但又看出来有一点淡粉色 说明你在镜子前举棋不定 我到底用什么颜色腮红 会让自己更显年轻呢 你已经不年轻了 你担心男人不看你 但又怕他们盯着你看 看出你眼角的皱纹 看出你鼻翼的褶皱 所以你涂了很多的粉 你的房间里永远都把窗子关着 窗帘上堆满了灰尘 已经很久没有拉开过了 你担心屋子里太亮 男人会看出你已经是残花败流 在妓女当中你算是会打扮的 但是只可惜你根本就不知道 男人来找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留不住男人 你留得住什么男人 你每天对着这么多男人笑 他们来来往往又有谁真正的留下来 到头来留下的只有你自己吧 有空好好地想一想 你把自己留在这里多少年了 交流 我拿走 你把自己留在那里 还没出来 与你把自己留在一起 我只 Some是 你把自己留在那里 你把自己留在那里 不是我怪你啊 你刚才的那番话 说得太重了 人家虽然是个妓女 但你也不该对人家 那么刻薄的吗 心疼了 你回去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你知道我讲过 妓院和赌场呢 是打探消息最好的地方 给你这么一脚啊 没收获了 我看到你的收获了 你的收获啊 就是喝花酒 喝得可美了 我跟你说正经事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 对我正经一点啊 我跟你这种人讲正经啊 行了 行了 不啰嗦 你要想回去的话 你走吧 你说的啊 你叫我走的 我立刻就走 想抓我啊 没那么容易的 啊 哎 轻点轻点 疼啊 哟哟好痛啊 闪开 哦 过来 让我过去的 我过去那不是送死吗 要么你过来啊 那边 好了好了 怕你了 走就走啊 我说一二三啊 一起走啊 一 二 我还没数完 是毛色 骑马死吧 我说 你还不相信我 我去妓院 真的是打探消息呢 我打探到呢 薛三是小桃红的老相好 非常好色 这个薛三呢 曾经兼误过孤儿院的幼女啊 什么 幼女 没错 我怀疑我怀疑这个薛三呢 是被两个人所杀 你不是说过吗 薛三脖子上的伤口 和手腕的伤口 是两种不同的力度造成的对吧 那你怀疑其中一个凶手是女的 是男是女 无所谓了 先解决这些人再说吧 一会儿我就跑到刚才指定的那个位置 那里好掩护 而且好反击 你枪法怎么样 不错 但今天没带枪 不会吧 拿着 你把枪给我了 你怎么办 一个成功的探长 大人要带着两把枪 一会儿我说一二三啊 你就跟着我 记住啊 跟着我走 一 二 三 走 阵主 别走直线 五目一边线 你怎么不变线哪 干什么 我 我当然夺子弹了 不然你以为我干什么 你不变线哪 问你手没事吧 我没事 这里一共是五把枪 侧面楼里有三把 正面有两把 好 侧面三把 我来搞定 正面两把 你来搞定 随便了 准备 一 二 也许再数一 二 三 你反个反 好 走啦 好 这边 追 呃 没了吧 没了吧 应该没有了 小心 走 干吗打我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了 我在救你啊 谁让你救我的 你说的啊 以后不管什么事啊 我都不管你 梵枝飞扬乘风 宽宽带走月光 莫念着 岁月变清朗 卑翼霸零人 身上卷颗寄过往 放个声 从很少眼前里 回忆累累的伤 安静老在胸头 这次手 绝不回放 深夕从地平线升起 穿透层层的迷惘 存在天边的温暖 重回到故乡的冰湾 就像眼冻走来春天 一定不会再遥远 那里沉睡着一时心愿 每一把眼 深深转刻着过往 放个声 从很少眼前里 回忆里的伤 安静老在胸头 这次手 绝不回放 深夕从地平线升起 穿透层层的迷惘 存在天边的温暖 重回到故乡的冰湾 就像眼冻走来春天 一定不会再遥远 那里沉睡着一时心安 深夕从地平线升起 穿透层层的迷惘 存在天边的温暖 重回到故乡的冰湾 就像眼冻走来春天 一定不会再遥远 那里沉睡着一时心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まず是